花蓮市民代表会现在进行到第四天的市政总执询议程了 接续轮到的是市民代表林百瑞、蒋邦法、陈慧清、平岛不定等四位代表 他们分别针对了市政建设、原住民事务的议题提出了执行 花蓮市代会7号进行第四天的市政总执询议程 市民代表林百瑞首先针对农兵桥的工程计划提出执询 希望工所能将农兵桥增高的原油做进一步说明 就是农兵桥的部分它就是说志工所要争取到六百多万的一个引道的部分 它引道的部分同时就是说它提高了整个桥面的提高一米半 一米半的同时它就是说在整个左边右边的一个防信路 和整个引道街道上置路的一个大街的情形 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形的同时 我们也有请市公所做一个说明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那个科技执法 它本身科技执法的同时它在5月15号要执行 但是我想说请市公所市长能够向我们的那个交通队 或是道安汇报能够提出这个要求说 在5月15号的同时执法的同时用欠导的方式 比如说5月15号以后就是用欠导单 照到的以后三个月或两个月的同时的时间 用欠导单的方式来执行 而后三个月或两个月以后我们就用开阀 而市民代表蒋邦法则是对大城社区停车问题 表达高度关心 并正对垃圾处理导致空气品质不佳给予建议 对那个垃圾野埋材那边产生的臭味 让我们美伦地区的附近的居民都会觉得很难入睡 它那个味道太重 空气品质非常不好 所以提出来探讨 停车问题就是因为社会住宅要盖在美伦地区 民意团那边要盖 附近的居民也有跟我反映说 我们现在目前的停车都已经非常的吃紧 连大城社区里面的停车都有问题 现在如果你多盖了四百多户 这边四百多户的居民都进来 每人一台车 这个停车会产生当地的居民 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既然要盖社会住宅 我是建议是不是每一个地下室多盖几层 让停车位能够充足 解决附近居民停车问题 声明代表陈慧卿 则是对围绕重建及自爱水问题提出建言 希望公所能重视民众居住上的安全及健康问题 那围绕建筑物其实真的需要非常大的一个推动 就是我们现在政府有 县政府有非常极力的去推动围绕建筑的一个重建方案 尤其是现在4月18号那天的地震 也非常的大到六级多 跟我们的0206的急速只差一级 那我们花莲人的居住安全是最基础的 我们除了发展观光经济之外 我觉得这个住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我今天也提了一个就是地下水的问题 因为以前的建筑法规的问题 他们有所谓的带地 那带地因为必须经过私人的地 没有办法去由自来水公司来去签管路线 但是自来水公司现在也释放了一个利多 有专案来去处理 这么多的补助 我希望事工所来透过媒体 或透过宣导的部分 让民众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福利制度 让民众可以得到 不管是住的安全 或者是食安的部分 来去受到重视 最后市民代表平岛不定 则对部落文件站问题 及部落意向标示设置 提出质询及相关意见 华东部落 它那个文件站 老人家的汽流问题 因为之前 那些老人家都在托尔本教会里面 那个文件站里面 可能有私人问题 还是文件站内部问题 现在变成了很多人 老人家变在聚会所 那个粮庭那边 这些老人平均大概都七八十岁 那长久以来已经快一年多来 都没有人去重视 但是就是有一些 所谓的爱心人士 或者一些协会在那边协助这些老人 这会造成一些老人 长久以来的 以后都延伸一些问题 物资 身体健康 还是文康活动 那些都变得很缺乏 失去文件站的意义 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十二个部落的意向指标 跟区域范围的东西 规划不是很完善 有的都分开来放置 有的放置地点 很接近群众 而且它的东西都是很尖锐 铁片式的会造成人员的 一些百姓人行走的 走路的安全跟骑摩托车的安全 所以我请市公所 刚刚市长也答应了 放置错误的地方或是不当的地方 那个我们各十二个部落的 区域范围的标示图能够加以改善 以上代表提出的咨询及建言 公所各个市主管也一一给予回复说明 并表示会持续关注 及研讨代表们的相关意见 将力所能及地完成改善作业 记得徐提琴 黄伟均花脸时报道